那久坐三生 这已经是一个世界公认的议题 每天你只要坐超过六个小时 就会短命22分钟 所以媒体下标就是说 你坐得越久就死得越早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疗师简文人 最近很多人都因为上班形式的改变 大部分都是用做事的 那做事的话就变成做姿 是变成你主要的工作跟休闲的一个姿势 很多人上班做 然后回家上网 看电视 打手机 都坐着 那久坐三生 这已经是一个世界公认的议题 但其实不只酸痛 它对整个的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巡软系统 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 内部病系统 都会有影响 所以你坐久了 就容易伤身 国家卫生研究院温其邦教授 在多年前 他在一份非常国际有名的期刊发表 每天你只要坐超过六个小时 就会短命22分钟 所以媒体下标就是说 你坐得越久就死得越早 那很多人都吓死了 那我不只坐六个钟 我一天坐十二个钟头呢 那是不是每天都早死四十四分钟 没有错 一般的时候你如果坐很久 对你的健康影响是全方位的 最好能够起来动一动 如果不能够起来动一动 至少在座位上 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那当然你如果下班时间呢 出去外面走一走啊 动一动啊 让全身性的运动 我想这个效果会更好 我们现在老人家怕肌扫症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 一样有肌扫症的困扰 尤其各位很多美女们 上班族又不想胖 然后吃的又少 然后又没有运动的话 你看你的饮食不足 蛋白质摄取不足 然后再这样运动不足 你就是肌扫症的高危险群 那当然还有很多糖尿病也是一样 我想久坐静脉取脏也是一样 换句话说非常非常多的疾病 都是跟你久坐伤身这个一体一样 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动起来 当然刚刚讲的 你如果说上班没办法不得不 你只好坐在那边 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那下班或者拨一点时间 上班前也好下班后也好 中午呢也可以找个机会 至少20分钟也好 有时候真的太忙的话 我觉得10分钟也可以 也就是运动允许分期付款 这个概念 因为以前贵福部说 一定要333嘛 一个礼拜运动34 143 10分钟心跳130 那很多人说30分钟 那我那个美国时间 其实没关系 你有动的概念 学时学历动一动 把这个累积起来 分期付款 较不疲 这我设计套运动给大家参考 第一句话叫做高手四处放光芒 手举高叫高手 有没有 然后握拳头 缩起来 打开来 这叫放光芒 金弓闪闪 水起10条 所以这个叫高手四处放光芒 握拳头 打开来 握拳头 这是上肢的伸展跟肌力运动 所以你坐在那边 就可以很简单的四处放光芒 你的肩膀动到你上肢动到 第二句话叫做猛男 阴姿秀两旁 握紧拳头 爪臂用力 肩膀用力 胸部用力 猛男 比猛男的姿势 秀两旁 这是一个上肢 包括腹肌胸肌的肌力训练 握力就会练强 猛男 阴姿秀两旁 这个动作还包括脊椎骨 腰部脊椎有在动 肩胛骨有在动 第三句话叫做 缩护提臀透气凉 我们坐久了怕肚子越做越大 屁股越做越大 所以你缩护肚子缩进去 提臀 臀部提起来一下 透气凉 让你的不要闷在椅子上面 所以你半功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上下 微微的起伏 这个是一个练腹肌 练臀肌 练腿肌 所以你就可以上班就可以上上下下轻轻的动 这是练下半身的肌力训练 当然你如果你的功力更好的话 你想运动 但是现在不方便 没关系 你把椅子推走 这样办公 写东西看东西你就这样蹲 有点类似年轻人的练身蹲 但你觉得腿酸了 再把椅子拉回来 坐回来办公 所以很自由 所以我们这个叫如意超的精神 好 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好 久坐伤身 大家都知道 但很多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不得不做 那怎么办呢 鼓励你有动的概念 随时随地 有动在你的肌肉收缩 有关节伸展 甚至你调配呼吸 都是很好的运动 鼓励大家平常多运动 那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健康的风险 那当然很多人 尤其有酸痛的困扰 那各位网友 你如果有酸痛困扰 不用客气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路上留言 我们的小编会把你收集出来 有问题会跟你回答 给你参考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快快乐的工作跟生活 谢谢